奇怪的知识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爱因斯坦小学成绩不好 数学只考了一分 最后通过努力 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 但是真相是爱因斯坦是在德国上的小学 而德国小学的一分相当于满分 因为德国考试成绩的评分是六分至 一分是优秀 两分是良好 三分是中等 四分是及格 五分是不及格 六分是差 而诺贝尔官方公布的爱因斯坦成绩单是他在瑞士读的高中 瑞士的评分制度和德国正好相反 六分是最高分而一分是最差的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